老師我兒子是不是同志啊 民進黨幹這種 那個韋逆天倫的事情 現在同志都可以結婚了啦 以後我兒子變成同志怎麼辦啊 怎麼可以兩個男人睡在一起 大家好 不管是課程 或者是那個部落格 或者是那個 我們的粉絲團 我們常被人家問到一件事情 尤其是前兩年 台灣通過了同志 婚姻的專法之後呢 我們就常被人家問到這個問題 老師 那個 現在同志都可以結婚了啦 以後我兒子變成同志怎麼辦啊 你看看啊這樣子 民進黨幹這種 那個韋逆天倫的事情啦 台灣都要亡國了啦 自古以來 萬物都是有嬰有養啦 怎麼可以兩個男人睡在一起 怎麼可以兩個女人睡在一起 這是多糟糕的事情 要亡國了啦 會不會 會不會亡國 當然不會 如果這個會亡國的話 那國家也太容易被亡了吧 那如果說通過一個法律啊 你兒子就會變成同性戀 那以前沒有法律的時候 為什麼 你們家隔壁那個同性戀老王 他不變成異性戀呢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常說的 很多時候啊 大家沒有 用邏輯去思考一下 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理 我們常去用一些很老舊的 甚至完全是不可理喻的觀念 來討論這個世界 跟討論這個事情 自古以來是不是陰陽兩個才能夠去結婚 現在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你們知不知道 漢朝的皇帝啊 嫖男人 不 完 皇帝不能用嫖 也不能用完 靈性男人啊 是正正當當 公公開開 還記載在史書上面的 而且很有名的啊 出外打兇奴 回家打皇帝的 誰 魏卿跟霍去病 這兩個呢 都是史書明確記載 漢武帝的男寵 但你說漢武帝他是同志嗎 漢武帝當然不是同志啊 那漢武帝為什麼跟 魏卿跟霍去病 那就是一個 男人之間的情誼嘛 男人之間感情非常好的時候 我們就試試看吧 每一個朝代 每一個時代 都有它的一些文化 跟一些變化 你從 這個年代去看 過去那個年代都很奇怪 從過去那個年代看 這個年代都很奇怪 就好像 我們在講唐朝 或是魏晉南北朝 出現了很多 我們現在看起來亂倫的事情 但是實際上這兩個朝代 他們背後都有 游牧民族的血統 而游牧民族呢 他們在男女婚嫁這件事情上面 本來就沒有這麼明確 而且因為環境的關係 爸爸出去打獵死掉了 那家裡有個年輕的小媽 兒子如果不照顧他 他怎麼活得下來 所以 娶爸爸的老婆 這個是在 那個年代 那個環境之下的一個傳統習俗 所以 你用 驚人的角度去看 古代的他 或是用古代的角度來看現代的世界 那就好像是拿明朝的劍斬 清朝的官 對不對 這多可笑 對啊 周星馳演出完你都笑半天 那你現在 看到自己有這種想法 你不覺得自己很好笑嗎 所以說 我們都不需要去知道說 他實際的情況到底是如何 關於同志 很多傳統的命理師 他一定會相當的反對 因為他覺得 那個世間有陰陽 但是呢 我也必須要這樣 如果你聽到有人這樣子講話 那他就是連基礎命理學 或者基礎陰陽學的邏輯都不好 陰陽是什麼 太極圖怎麼畫的 太極圖是這樣子 一個圈圈 這什麼 陽中戴陰 陰中戴陽 也就是說 實際上呢 所謂的陰陽 這件事情 其實本來就是 陰中有陽 陽中有陰 所以呢 如果你對 這些所謂的同志有稍微有了解 你就會知道說 他實際上那個光譜 他有分很多的區段 也不是一般我們所想的 男人愛男人 那那個男人就是C型 或是女人愛女人 那個女人就 比我還要壯 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那種很驕滅的女人 他就是要很愛很驕滅的女人 也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說 命盤上能不能夠看得出來 是否是同志 傳統上面當然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 這種論點 但是啊 這個也是我們不斷的跟大家所強調的 命盤的論述 不能夠跳脫出現實的狀況 命盤所列出來的東西是 是古人把他們對於人的那個身體的特質 然後對於環境的觀察 對於時空環境的循環的觀察 而去組合起來 然後所推論出來的東西 那這些事情的推論呢 都不能夠排除掉 現實生活的狀況 也就是說呢 命盤上面呢 真正在談的叫做實質影響力 實際狀況是什麼 你不能用世間的狀況去來看他 所以啊 我們在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往往啊 很多人在全命理的時候 都會覺得 我怎麼這一派講說這樣看同心電對 那一派講說這樣看對 可是呢 我有時候用這一派的方法看會準 用那一派的方法看不準 有時候用這個方法看會準 這個方法看不準 其實很大的原因都是因為啊 算命很像是瞎子摸相 我們眼睛矇起來 然後只能用某一點點的訊息 可能是你的一隻手 去了解一個未知的世界 那這個大師摸到的是象腿 那象是一條圓柱圓圓的 這個大師摸到的是象鼻子 哇 那象跟蟒蛇一樣 每一個人的論點不同 那只有怎麼樣我們才會知道 我們的那個未知世界真實的情況呢 那就是要把布條拿下來 看看真實的世界到底是什麼 才能夠去做出 好的精確跟判斷 傳統上面會說啊 譬如說 星要有五行 五行屬陰的放在男生的命盤 譬如說紫威 紫威屬陰土 那放在男生的命盤 那這樣就有可能 或者是太陰 太陰屬陰 放在男生的命盤 這個是最常被人家提到的 或者是太陽金屬 那個陽火 那放在女生的命盤 而且要萬味 這個是最常被聽到的 但是實際上呢 我必須跟大家講 像這樣子的論點 都會屬於瑕疵模想 因為你只討論到其中一個部分 那再來我們不要去考慮到說 所有的同志 漢武帝那樣算不算同志 明清兩代女人不能當妓女 所以呢都是男人去當妓女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那個 《霸王別經》那部電影裡面 張國榮他唱完下了戲之後呢 可能還要去培軍閥 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這樣子算不算同志 還是兩個人相愛才算 到底哪一種算 所以我們要先要去分清楚說 你指的到底是哪一個階段 那如果說 你會覺得身心靈要同時的 都能夠接受 你的另外一半是同志 那我們是不是就要去看 那要考慮他的身體 心理跟靈魂 這三個公位才會算數 不然他就只有 單純的只是喜歡 沒有啊 我就是喜歡跟男人試試看 或者是之前選舉的時候 國民黨也會說 他們會考慮跟摩天輪試試看 還是要怎麼樣 就是人類對於性 會有各種各種的幻象 那光只是身體 算不算數 我想大家應該都會同意說 既然是戀愛 戀字下面有個心 他一定是要心理的問題 對不對 那我心裡喜歡男人 很多男人 他看到那個很man的男人 他也會覺得 哇這男的超帥 怎麼可以這麼的帥 你以為請出如目之心啊 但是叫你跟他睡 不要 我們就敬仰他就好了 對不對 但你的身體不信 那你的心裡可以 那我們也會有這樣的行為 所以說 其實要身心靈都要存在這樣的情況 以及呢 你願不願意啊 去打破這個社會的規範 而真的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命盤上面呢 命盤上面 有哪幾個工位呢 要符合這些東西 身體 身體表示什麼 身體表示什麼 身體有兩個意思 身體呢 你使用身體的行為 那指的當然是性行為 所以看什麼 子女工 還有什麼呢 疾惡工 那心裡呢 心裡表示什麼 心裡啊 你對愛情的看法 所以夫妻工 還有什麼呢 福德工 你的靈魂 這四個工位 這四個工位 那當然 命工同管了十二工 所以呢 命工也要考慮進去 命工也要考慮進去 那所以 這幾個工位 都需要啊 有一些不一樣的跡象 什麼叫做不一樣的跡象呢 譬如說 我性生活的方式 跟大家不一樣啊 那既然要跟大家不一樣 我是不是就要比較勇敢一點 要比較有變化一點 要比較 覺得 一般的方式 讓我覺得不夠 勇敢一點 那當然就是殺心 一般的方式讓我覺得不夠 要有所變化 那當然覺得化技 其他的工位呢 也是如此 這樣子的感情方式 我要突破它 或是使用身體的方式 我要突破它 我的內心 靈魂呢 需要有不同的 價值觀 才能夠滿足我 我的個性上面呢 跟一般人 有不同的想法 基本上啊 這幾個工位 都要有這樣子的特質 跟特徵 那才有可能建構出啊 它是一個 我們現在印象中的那個同志 否則 如果大家對同志有所了解 就知道說 他同志其實有一個很長的光譜 你不需要知道說 你到底在哪一段 那這四個 這五個工位 是不是通通都要呢 坦白說 因為同志這個議題啊 是被社會所引概的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很清楚的了解 他們的真實的內心情況 到底是什麼樣子 因為他們一直以來都是一個 被社會打壓的族群 以及一直以來都是一個 在明清兩代的這種 這麼八股的社會環境裡面呢 他們都是被社會所不能夠 接受的一個族群 訓息跟資料量就會比較少 所以我們只能夠去從 就像我們講的 你把你的頭巾一拿下來 你真正去看現實的情況 那當我們真正去看現實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就會從現實去回推命盤上面 它應該在各幾個工會會有這樣的跡象 然後當有這樣的跡象的時候 那可能它就會是 這個邏輯當然不是只有用在 同志上面 我們在我們自己的課程裡面 在進階班的時候 高階班的時候 都會在大量談到這樣的觀念 那這樣子也可以避免自己需要去背誦 因為有一些生命的 歷程你不見得經歷過 有一些生命的過程你不見得能夠了解 那書上也不見得有寫 那這個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跳脫出古書 用的其實就是 現實的情況應該要有什麼條件會租稱 那命盤上就應該要具備相對應的跡象 那相對應跡象湊齊了 就好像我常講的 七顆龍珠收集齊了 龍珠神龍會出現 那你如果收集不到七顆呢 那神龍可能只是小蛇啊 那小蛇到底算不算呢 也許有的人小蛇就算了嘛 所以也許有的人 他內心本來就會對同性上面 會覺得相處起來更自在 那你要說他是同志嗎 這是不是完全跟我們的認識 也不見得是完全一樣的 他對於同性的相處更愉快 如果他再開放一點點 那他是不是就可以接受說 那不然我跟你相處比較愉快 我們就可以一起透光光去泡湯 還是怎麼樣 泡湯之後還可以抱抱 那那可能就是雙性啊 所以17三命盤在看的時候 會建議大家考慮這五個公位 考慮這五個公位 那如果五個公位都具備這個條件 那跡象就會很明確 那如果呢 只具備了四個 或是三個 那可能沒有這麼的明確 那如果只一個兩個可能 也就是像我剛剛所說的嘛 我就是比較喜歡跟男人相處 比較單純啊 那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這種情況 好 所以是不是可以看得出同志 足夠的經驗 跟分析之下 應該是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呢 是不是要去追求說一定要看得出來呢 大概 一般我們都會問到什麼 老師我兒子是不是同志啊 會不會怎麼樣 你兒子如果是同志的話呢 你也應該要祝福他嘛 對不對 你看喔 那些殺祭 不管放在哪裡啊 對啊 放在 放在福德宮 第六感很好啊 放在命宮 有話記 他懂得知道 怎麼樣可以滿足自己的生命啊 放在子女宮 他會知道說 怎麼樣可以 或者過他自己的生活啊 他不見得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或者是 老師 我老公啊 好幾個月都沒有找我上床了 他是不是同志 那如果真的是的話 不然你問他嘛 對不對 你也可以祝福他 你的生命中多了一個 很好的朋友 這樣不是也很好嗎 不要被 命裡去束縛住自己的人生 這個是我們一直所在談的事情 同志的看法 我的論點 就是這樣子 那不要 還是跟大家說啊 在命裡的過程中間呢 我們有很多很多現實世界的事情 更該去了解 而不要只有在 在這些固定或死板的 這種觀點上面 去看這個命裡學 謝謝大家